大家好,欢迎来到Revy的美食厨房 今天我们来做生煎包 我们先来和面 500克面粉中放入5克酵母 5克糖促进发酵 然后加入280克的温水 边加边搅拌 搅拌到没有明显的干面粉,就可以上手揉面了 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大概揉5-8分钟 揉好之后,我们盖上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 我们来切几朵香菇 把泡发好的香菇切成丁 切完之后,放在碗中备用 然后我们开始调馅儿 400克猪碎肉放入碗中 然后打入一个鸡蛋 放入一大勺白糖 两勺酱油 一小勺盐 放一点虾皮 然后再放两大勺香油 搅拌均匀 搅上劲之后 我们放入60毫升的水 之后继续搅拌 直到水完全被吸收 然后我们把刚才切好的香菇丁 放入肉馅儿内 继续搅拌 搅拌均匀即可 然后把拌好的肉馅儿放入大碗中备用 现在我们的面已经发好了 发到了两倍大 上面有很多蜂窝 我们在面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 然后把面团取出 开始揉面 稍微揉光滑之后 我们在面团中间 掏一个洞 然后用重力的作用 把它整理成长条形 然后把它揉一揉 之后切成均匀大小的小剂子 我们把每一个小剂子再揉一下 揉成一个光滑的小面团 都揉好之后 我们从第一个剂子开始擀 擀成一个边缘薄中间厚的饼皮 之后我们来包馅儿 因为圣煎包的收口是朝下的 所以我们在捏折的时候可以稍微粗广一点 捏好之后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它收口朝下 稍微整理一下 这样一个就包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 放上两勺肉馅儿 然后像包子褶一样捏褶 然后把包子依次地摆入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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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摆好后开小火 煎三分钟左右煎到底部金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水了 水位在包子的三分之一处就可以了 之后盖上盖子中火煎八到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我们先开看一下 包子已经都长大了 我们撒上一些黑芝麻 然后盖上盖子 再继续焖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看底部金黄非常漂亮 我们把它盛出 我们的生煎包就做好了 看看色泽是不是很诱人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点赞订阅并且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并且关注